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網上流傳了一份 指向警隊內部傳閱的人事通告 這份通告清楚列明了 18名曾經參加過鎮壓反送中示威的警察 獲得指揮官家獎 這份通告其後已經被傳媒證實是真實 在18名獲得家獎的警察當中 其中的九件與去年8月25日的 荃灣二波方鎮部有關 其中一隻警署警長當晚曾經鳴槍示警 在整個反送中鎮部當中 首隻開出真槍實彈的警察 當晚曾經有六名警員拔出配槍 有市民聽到實彈槍聲以後 一度衝前 向其中一隻手持配槍的警察下跪 哀求他不要再開槍 不過遭到警察用腳伸開 在這次荃灣鎮部當中 除了警署警長以外 另外還有兩隻警長 一隻高級警員和五隻散仔獲得家獎 到底警務署對於警署警長有甚麼評語呢? 就說他在去年8月25日在荃灣執行踏浪者行動鎮壓暴動期間 表現出甚高度的領導才能、英勇、抗疫眼性和盡忠職手 在前往處理一宗刑事毀壞案件的時候 數量警車被暴徒包圍和以削尖的棍棒攻擊 為了拯救生命 你使用配槍開了一槍 事件中 你和其他警務人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 包括四肢、肋骨、背部和臉部 因而需要留院治療 接受藥物治療和放取病假 就是這樣說話 另外那8個人大致上的評價差不多 至於另外那9個警察 分別在8個鎮部事件中 獲得所謂的指揮官家獎 全部這18個獲得家獎的警察 都有報稱是受傷的 這件事完全反映出警務署要與民為敵 你對於這群震暴警察的家長 其實是對於人民尊嚴的踐踏和侮辱 這件事根本反映出一句說話 殺人放火金腰帶 收橋保路無私械 這群人不是做義工 是有糧出的 而且是協助政權機器去打壓人民 剝奪人民本身應該擁有的 遊行、集會、示威自由 為何會出現這麼激烈的反抗 正正是你們警察見人就打 專門打的年輕人 然後干犯了很多的惡行 包括使用自己的武器槍械 指向記者、市民、急救員 甚至射眼 這就是干犯了這些惡行 才會激起這麼多的抗爭 當然始作勇者就是林鄭 不用說了 搞什麼逃犯條例的修訂 警務處怎麼還會向這些參與鎮壓人民的警察 頒發所謂的指揮官家長 沒有他 你就是要把這些人開真槍實彈的行為 正當化、合理化 根本上你們就是認同他這樣做 怕死沒有人知道這樣 還要做個家長給他 根本上這些是屬於反人類的罪行 應該都拿去軍事法庭審訊 你不是反其道而行 還要頒獎給他 這些案件 比起藏毒、販毒 或者走到公園打爛露宿者的家當 或者欺負露宿者 完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你警務處有沒有處理過一宗 完全是沒有 所以警務處就不要以為 抓了另外的18件警察 涉嫌干犯 其他不同的罪行 就以為自己真的很公正言明 很厲害 麻煩你 尤其是鄧炳強處長 不知所謂 走出來又說 感到很痛心 你痛心些什麼 有沒有為過我們香港人痛心 有沒有為過那些青年同胞痛心 痛心你收皮吧 還要說到你警隊裡 只有少數的害群之馬 就影響了警隊的明星 你警隊首先沒有明星可言 更何況就是 你那些害群之馬 那些在示威延長到處打人 打到頭破血流 或者去亂噴胡椒 那些算是什麼 請問是 那些不算算是害群之馬 那些是什麼 那些是參與鎮壓人民的暴行 離譜 還有 又說自己臉上貼金 那些害群之馬 就洩獨了執法者的神聖身份 就是說 你平時這幫人 對著市民開槍 對著市民噴招 嘔打市民 就算是很高尚 那些很神聖的行為 那些垃圾 你真的這樣也說得出 還要頒獎給他 如果這十八個警察都值得你去加獎的話 那麻煩你就要追頒獎項 給這個朱京偉前警司和那些七警 那幾位人走太前 是不是 在暗角拳打腳踢 你不是在新屋領做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是不是 朱京偉前警司在彌敦道 走過 看見一個年輕人咬他兩棍 那時候 彌敦道去年有一個年輕人 問你那些警察的良心 跌了去哪裡 你追人九條街 打破人的頭 是不是 朱京偉前警司那些 小毛見大毛 受到很多冤屈 他現在快點頒獎給他 如果他是處於今時今日的環境 何止歐兩棍 歐十棍都無罪 垃圾 那些人這樣叫做執法者 高尚的執法者 神聖的執法者 根本上就是破壞法治 現在有這份警隊內部傳閱的人事通告 他還要是中英文並列 那些政黨很應該交份副本給美國領事館 等他們交給美國國務院 因為現在說 關於香港的那份人權報告 就要延遲推出 美國國務卿馮佩奧已經說了 要等大陸兩會開完 看看他們會不會有最新的措施 是針對香港的一國兩制 才再發表那份報告 正好 現在有這份名單夾進去 讓警務處表揚那些警察 都肯定是惡名超注 不用說了 所以夾進去 讓這群人永久地釘在歷史的恥辱署上 希望美國就會執行一些機制 啟動一些機制 不要只有講字 接著就說說另一件事 關於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他接受了深圳衛視訪問 說了很多事情 但主要有一個事情 他說什麼 他說 特區政府多年以來 一直都透過公民教育 學校教育 和公務員培訓 三方面去推廣基本法 他期望公務員學院 可以在四五年之後落成 成為本港 一家好像國家行政學院的基地 繼續透過不同的途徑 多管齊下推廣基本法 到底什麼是國家行政學院 國家行政學院 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中共中央黨校 前身就是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 真的要問問你這個張建宗司長 你自己在港英年代加入當時的政府 作為文官系統的其中一員 你就享盡了香港黃金年代的優勢 現在你都差不多退休了 69了 還搞那麼多這些事情 你租賊香港人做什麼 為什麼要交間黨校 你說要推廣基本法 有很多東西給你推廣 搞剪板 搞街站 搞網頁 甚至乎做一些節目出來 你做一下這些門面的事情 應付一下就算了 為什麼要交間黨校出來洗腦 那時候你做公務員 本身都要考CRE 考公務員市 除了考中英文之外 還有一樣就是考基本法 那就已經是推廣了 還不夠 你這樣什麼推廣什麼基本法 你所說的公務員學院 你說說明是要跟國家行政學院差不多 這個國家行政學院是學什麼的 是研究宣傳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 蛤 你不是要在香港人學這些事情 是不是要做公務員 就是等同於做幹部一樣 要忠於國家忠於黨 是不是要這樣搞到 說來說去就是要連公務員裡 少少的意見聲音都要消滅它 喂 去年你也是這個反送中運動 才起了一個所謂新公務員的公會 成立 目前你所說的力量也是非常微弱 聲音也是非常微細 少少的雜音你都容納不到 甚至去年是否所謂有一個公務員的集會 老實說 裏頭有多少是公務員 有多少是公眾人士 誰知 對吧 大家都只有一個故事 入場又不用叫你拿公務員證件出來檢視一下 好了 這樣你也是容納不到的 就要搞一間所謂國家行政學院級的公務員學院出來 那是怎樣呢 是不是如果要考公務員的話 就一定要讀完這間的洗腦課程畢業了才可以做呢 喂 那你搞到這樣 都已經不是一國兩制了 這些基本法有指定你去做的嗎 完全是你們自己一班擦鞋子想這些東西出來的 那除非你自己走出來說 這個不是你本人意識來的 是上頭有人叫你去執行的 那你出來交代 或者你又不敢交代 那當然是入你數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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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